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海,我现在云南七境 一年一度的避暑又开始了 从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来七境这边避暑的人相当多 所以很多粉丝网友开始委托我 让我帮他找这个包吃包住的房子 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拎包入住 包吃包住,带电梯 房间有马桶,房间挺多的,有三十多间 菜是三菜一汤 因为很多岁是大的老年人他要找这个房子 需要带马桶的 刚好我们找到这个房子呢,就是带马桶的 我们现在刚好在七境的西片期 西片期呢,是经济开发期 这边的街道啊,环境绿化做的会比较好一点 街道比较宽,出行呢,有公交车 到市区呢,有公交车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 刚好学对面呢,就是一大个公园 看看七境这些街道啊,见的是相当舒服,相当漂亮 现在是刚好开春了嘛 这边的绿化绿越越比较舒服 两边呢,都是可以逛的,可以散步 往那边呢,斜对面呢,就是一大个公园 到这边去赶个急啊,买个菜啊,也是比较近的 这边是西片期,这个门口呢,不远处呢 就有公交车到市区,也是比较方便的 刚好在这个里面呢,在右手边呢,就是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那个房子,到底怎么样吧 这个里面是大坝车都可以开进来 这边呢,可以停个大坝车 到时候也可以车接车送 我开车呢,也可以接人啊 哪怕在高铁站,距离这里30公里 这边呢,是一个大厅 前厅呢,也可以撑凉 这个大厅里面是比较凉快的 往这边呢,就是上电梯 房子最高呢,是6层,6层半 那半层呢,就是一个阳台 这边呢,是有沙发 有个茶桌 看这个电梯 应该做个五六个人,没问题 楼顶呢,这边还有几间房子 在这边呢,有几间房子 楼顶的房子,应该价格会便宜一点 这边呢,是几台洗衣机 还有甩干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超大的阳台 超大的阳台,这边呢,都是晾衣服的 很晾啊,看着也比较干净啊 往左手边过来呢,就是一个卫生间 也是马桶的,这不如是一间还可以啊 然后有热水淋水,这个里面是包水垫的 这边呢,是镜子 这边进门的右手边呢,这边是一个 挂衣服,挂东西,这边是一个镜子 看一下 然后往这边过来 哇气,三人潮 看看这一大间呢,这间房呢 都有40多坪,我的天 太大了这间房 这边可以坐在这里换鞋子,就是垃圾桶 这边还有水,水不够呢,让老板加 这边是矿泉水啊 然后这边是一大个电视 有WiFi,有网络的 到夏天呢,有点凉 如果怕凉的呢,加上这个 毛毯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是有桌子 然后这些可以坐在这里聊天啊 也可以喝喝茶 这个房子呢,是 比较安静的 因为之前我找了那个城隆堂的房子 那边很多网友都说太吵了 下面人太多了 刚好我现在找到这个人少的地方 这边就非常安静 这个床是一米二的,可以住三个人 一家人住在这个房间也可以 发现这个房间呢,比较亮 对吧 这个高度呢,还蛮高的 还长亮 那边是挂衣服的 如果怕亮呢,把这个窗帘一拉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房子呢,装修可以看得出来 是有点档次的 下面是全是木头的木地板 房间太大了,我去 这边下面灯亮了的是 他平时租给人家80块钱就租掉了 就是按天算的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间 好,现在查上房卡 左手边呢,是卫生间 我去,这个卫生间更大一点了 马桶的 然后这边呢,是镜子洗手台 坐在画鞋子的地方 这边有插座 这边是饮水的 水不够呢,让老板去加 下面是木地板 这个是一米二的床 住两个人 那边呢,是凳子 也可以坐着喝茶 然后这边呢,就是有WiFi 有毛毯 这边是一大个电视 这个房间呢,也是比较干净的 这个是单人床的 看这个地板,是石墓的 两边都有茶座 这个床呢,是非常大 一米八的 然后这个井也挺高的 看这个电视柜 柜子也是石墓的 这边是饮水机 水没有的话,让老板加 这边是桌子 也是凳子 这边下面是非常安静的 现在快要天黑了嘛 所以房间一点暗 看看这个房间 哇,三十多平 接近四十平 这边是电视柜 还有麻将桌 饮水机 下午呢,太阳可以烧到房间里面 但晒进来呢,也挺凉快的房间 这个床是一米二的 看着比较干净 我们现在刚好在房子前面 从这个房子对面呢,你看那里就有公交车 有公交车从这边通过 出行还是方便 看这边环境是相当好 这边呢,就是做饭的一个厨房 它现在在装修 应该到五月份呢,就装修好了 现在是三月初 后面呢,就是厨房 然后开我的车去接的 也可以开始跟我订了 一个人呢,是六十包吃包住 包一日三餐 然后可以车接车送的 也可以让我开着车 带大家出去玩啊 到过一段时间呢,是卷骏子 也可以去组织大家去山上卷骏子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